今天今天是4月应该是13号 我今天出来给大家拍点视频 大家看一下眼前这条河 我估计大家可能都认不出来 水当然还是不多 这条河呢是流经徐水区 流到雄安新区也注入白洋店的 徐水区的三条河之一 应该是第二大河 但是目前只有它有水 第一大河是曹河已经没水了 包括平河很小的一条河也没水了 只有这条河 经过一些污染治理 说是三条河都在治理 但曹河没看见动静 只有爆河动静特别大 大家也可以看看 上面有很多的很多的鸭子 这水还是比较清的 看着还是比较清澈 实际上当然污染还很严重 但是治理到现在 看周边的河泊垃圾 全都给清理掉了 浴泥也挖走了 已经是相当不容易了 有点江南水乡的感觉是不是 咱们现在保定市吧 虽然说确实治理污染 对经济有些影响 但是它这个随着雄安新区的成立 这污染治理 对环境的影响 对环境的一种美化 以一种肉眼可见的进度在进行 大家看一下 整条河流全部都用挖掘机 把那个淤泥什么的 全都挖走了 水显得很清澈 估计过不了一阵 这应该都有很多人可以钓鱼了 这样的水用不了多久 肯定是有鱼的 相当美好 因为我个人是一个伪钓鱼迷 钓过鱼 但是不太擅长 也不是特别爱好 钓鱼的话 经常得去一些那个 私人开的池塘啊 养的那种 想野钓 地方很难找 但以后呢 可能在徐水 或者说在宝定来说 想找一个地方钓鱼 应该就比较简单了 这水怎么样 南方同学可能说了 你这么点臭水沟 什么好拍的 但是在河北宝定来说 说实话 从我小的时候 九几年开始 那会儿 从那会儿开始 这个水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几乎就没有了 随着前几年南水被掉 开始通水 被匈牙新区设立 然后国家对环保越来越重视 水位开始上升 这才开始游水了 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生活 对不对 看那些鹅 多美好啊 他们的一些前卫 估计连像样的 像样的池塘都没见过